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尽管魂展于18号才正式开幕 但是消息灵同的电器好比 已经为大家提前一睹了 本届魂展的圣衣神话的部分展品 其中不乏重量级的新品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继去年之后 席路打重生版继续率领神斗士EX集体亮相 其中唯一的星座就是天机星大蛇德尔鲁EX 这款可以说将会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款神话 从展会图上看 大蛇的高度几乎比旁边的小强高出了一倍左右 大神神斗衣的分色也主要是深蓝和浅蓝色 旁边还附带了两把正在飞舞的巨斧特效 面条的还原度看起来也相当好 属于立刻就想买的那种 除去神斗士 五位最终青铜EX也在本届魂展上全部亮相了 其中最终凤凰EX可以说是最惊艳到我的一款 几乎完美的圣衣造型 以及搭配了我觉得最帅的一辉面雕 这款的成品如果质量不拉垮 在我这里是有希望挑战 哈迪斯EX和最终天马EX地位的一款 另外的一款新品是最终白鸟EX 实际上也相当的不错 特别是冰河的面雕 瞬间就把我拉回到了冥王篇的回忆当中 在EX的末期 万代对神话的设计可以说确实是非常成熟了 最终吴小强EX的共鸣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爷亲节的感慨 本届魂展上又再次看到了一些过往展出过的 被认为可能烂尾的作品 比如漫画中第一版的天马作 似乎在配色和造型上与上一次展出都有稍许不同 看起来也是随时可以发售的状态了 和这一款一起展出的还有星星大魔王各时期标志性的形态 比如我们在2020年看到过的神天马EX 圣衣和造型似乎也做了微调 但是我不确定 总之看起来非常棒 带哥赶紧发售这款好吗 其他星矢的作品还有连续第二年展出的奥丁星矢EX 不知道是不是打光的关系 这次没有以往看到那种婴儿肥的感觉了 让我对这款的爱又加强了 哈哈哈 说到从棺材里爬出来的 还有白银圣斗士据金座 这款第一眼看上去和18年亮相时非常接近 但仔细看 至少手甲和部分圣衣造型确实是调整了 整体感觉也不错 希望这次不要再割了 另外一款白银新品是蜥蜴座米斯蒂的重生版 去年钢铁圣斗士重生公布的时候 我就认为重生很快就会轮到了白银 这款重生蜥蜴的亮相也基本上坐实了这个猜想 新的蜥蜴座最显著的变化肯定是头发面雕的调整 比以往那个鞋神真的好了太多太多 另外就是披风也大改了 终于不是那一块白破布了 新的披风似乎也有了铁丝可以塑形 这么看来 古早的那些白银应该是一个也跑不了 最终全部会重生 大家现在也就不要再高追老板了 除去上述提到的这些新品 重生巨蜴座EX也在本届混展亮相了 将会在2023年的4月登场 这也就意味着神话部门至少明年前4个月只有2月混轮空 还保存有月更的希望 OK基本上这些就是目前提前透露出来的圣衣神话的展会图 之后如果有更多新品的资讯 陶光还会继续为大家更新 喜欢圣斗士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见